國際局勢,信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 政壇變動,和你深入分析 梁錦祥,一周時事 華夏建國論壇,主持莊元生,陳雲 華夏建國論壇,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們節目主持人莊元生,旁邊的位置就是陳雲教授 陳雲老師,原來我們這個節目有很多學生和老師聽的 上一集我們就講到那個香港國間大專院校的修生 有些學校就按修生標準 我講了一個新聞,講港大醫學院最開始 按照原先的教育局定的4.2 即是4個核心科目,兩個選修科目標準 然後後來就有朋友就跟我報料 按照他的行文來看,應該是科大一些理學院的教職員 他說原來科大在前年,就已經開始不按照這個教育局的規定去做這個修生標準 即是不將這個,特別是中文科,怕多學生不合格 特別是理科,醫科學生不合格,所以港大醫學院一樣 剛才莊卿就說原來科大都一樣,只是計五科最高成績 不一定要包括中文科 因為他講得很詳細,所以我就想他應該都是科大一些教職員 他就說,其實第一年的中學民平市,DSE那個成績出來之後 他們收第一批的學生,已經發現不行了 已經跟上一屆理科的成績差得很遠了 所以從第二屆,所以我講的前年開始,他們的暗地裡 因為沒有公開年,即是沒有大張旗鼓我們要改變的方式 暗地裡他們已經將那些分數調整,譬如有些理科、數學、物理 他們會加倍成二或者成三,即是那個分數 對比中文的成績的比重就會低 其實各個大學他自己收心不同的學院或者科系有自己的標準 他是自己控制入學取錄的資格,那些其實是學術自主來的 當然他不可以說不計DSE成績,但他說文鵬試成績 他可以自己看各個科目組合來計取錄 所以其實暗地裡,照現在這樣的形勢 其實暗地裡,整個大專院校界已經暗地裡 他們已經開始,即是陳文老師說 他們已經做了一個實現主權的表現了 其實已經否定了中文科成績 語文考核的代表性了 他當然有代表性,但很多學生按照過往的合格率 忽然間是跌低了,沒有理由 差一年就跌低了,跌了那麼多 當然那個考試出了問題,於是不理會考試了 實際上這個應該是考評局或者教育局都會知道的 然後事後他一定的矯正 否則就一直這樣被人漠視中文科成績 他自己也沒有意思 是的,所以其實就 我記得以前那時候讀中五的時候 文學科有一篇韓菲子的瑞蘭 有兩句說話,他說 事以物成,予以洩拜 事情密密地進行,不要張揚出來 你說出來之後就很容易洩漏出來就會拜 好像近來那些所謂的港獨派 說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情形就馬上大陸那邊 中共那邊就掩蓋得很厲害 但是陳文老師所說的實現主權我們先做了 又是合乎一國兩制的 造成了慢慢增進的主權 這邊爭取就可以,北京那邊授權給香港就可以 在這個不論我們是拿或者他給 慢慢經過若干年之後 就是幾乎變了一個國家 到時宣布的國家或者是出外 就是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叫不叫中國香港或者只是叫香港 那到時才算 就是說造成了既定事實 最後那個議價能力就高了 因為所謂事以洩拜 就是可以講 當然民間可以講講講獨 但是如果是變成議員講的話 就要付諸實行 因為他有個公共身份 他有權撥款 有權是提出議案 有權是審理政府的法案 那那種身份提出港度 就必須付諸實行 那中共那邊就覺得 你講得出的話 你一定會做得到 不如你做得到 那跟著就要踢走 沒辦法 那那就稍稍就回顧一下 我們上一集講一些 跟著一些朋友所出來的新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就開一個新的一個內容 就講 因為我看到的新聞都幾有趣的 應該是上個星期就講 這一個就 這個台北的故宮 就打算去告這個北京的故宮侵權 這個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月的二號 那因為這個北京的故宮已經出了 有五十多冊的一個畫冊 那就出了一個畫冊 那就是承繼清朝和民國期間的藏品 主要是清朝皇室的藏品 清室退位之後 那些藏品就交了給民國政府 然後就遷台之後 大部分是用… 蔣介石當時是用木箱 一箱箱 六百多箱 很多箱 是在抗日時期 一路遷徵去重慶 在被中共和蘇俄的軍隊 一路進逼的時候 就是國共內戰的時候 就是逐步是用船 遷到台灣 安全地運到台灣 那當然在北京故宮那裡 還有一些遺留的東西 那其他在… 中共見證之後 他在其他的出土文物 或者其他的皇室藏品 找到一些再放在北京故宮那裡 所以現在有兩個故宮的藏品 如果是同學仔 或者一般青年 就不太理解 為什麼會有兩個故宮博物館 是不是兩個清朝呢 其實就是兩個都想爭 所謂正索 所以大家都堅持用故宮這兩個名字 其實如果大家去過北京的故宮 和台北的故宮 你比較一下 你就會發覺 兩個地方是很不同的 北京的故宮 其實大部分裡面 都沒有什麼藏品 最多的都是以前西洋送給乾隆皇 或者黃皇帝的鐘 西洋鐘 西洋的藏品 那些是… 工藝價值是高的 但因為它不是畫下文明的傳承 所以就不算是珍貴 在北京的故宮就是紫禁城 主要是看建築和家屬 看那個氣象、灰雲等等 所以變了是… 因為台北的故宮 因為… 待會我們會說 1949年 有… 就是那個政權逆手之前 就出現了搶救國寶的一個行動 跟國寶包含兩樣東西的 一樣就是故宮的國寶 另一樣的國寶就是學術的人藏 學術人員 大餘 是的 那那個國寶 因為那個… 就將… 北京當時所藏的這個國寶 就運了去這個台北 那麼保守估計有四十萬件的 那那邊呢 就只是那些零零星星的大件 那些鐘、搬不走 或者價值不高 所以… 在這件侵權的事件 很明顯呢 就是… 你… 大陸、北京要出一個 這麼龐大的話策的時候 你有個內容會放進去的 那你就… 他就… 要如目運輸了 那就將北京… 即是將這個台北一些的藏品 其實有幾件都很出名的 其實… 但是… 如果去過都知道的 譬如他將這個… 溪山行旅圖 和這個… 亡公亡的… 這個富春山居圖 都放進去的 大家都… 很出名都知道 那些一定是… 就是… 台北故宮博物園 也是宋朝的畫 是… 臨墓也好 或者是真不真 總之是古物 然後是… 清實是收藏 所以變成那種情況就是… 其實這個… 我就覺得這件事 為什麼這麼有趣 有一個很… 很大的象徵意義的 就是說… 你那個… 北京故宮是只有一個殼的 是沒有… 沒有內涵 或者是很少內涵的 你… 你就… 你… 那個內涵在哪裡呢? 即是所謂華夏文化的內涵在哪裡呢? 其實就可能在這個… 這個… 台灣… 那些圖 他是不是在台灣那裡 去找人去拍照複製 甚至直接是拿台北那個… 古宮博物園那些畫策 就這樣抄過去 因為他… 應該照他裡面的訴訟書 他應該是… 在台灣那邊 即是買了台灣那邊 因為他們那些… 做得很精細 即是那個解像度很高 他就拿那個版就直接… 即是再… 再… 因為現在那個電子技術 都… 象徵度都很高 即是他真的拿到… 對方拍照 或者是… 複製的圖也好 或者複製的圖也好 或者複製也好 他就是… 直接擺一張畫策 是啦… 所以是… 他… 他在法律上告的侵權 就是告那樣東西 當然那個物品就是… 古物啦 即是三四千年 或者是… 如果青銅器 可能是四千五千年 那樣東西 但是… 那個… 那個… 那個圖像 就是有版權 是啦… 所以變了那種… 現在那種… 那種情況 剛才我說 很… 很明顯 那個象徵業 即是要爭那個所謂正索的問題 即是… 即是我們講… 我們講華夏文化建構 華夏文化正宗在哪裡呢 在… 在中國啊 在台灣啊 還是在香港 台灣和香港有爭論的 但一定就不在中共 是的 他那個控告是… 放在什麼法庭那裡呢 這個很奇怪 其實就… 他又不可以放在北京那裡的法庭 又不可以放在台北的法庭 他是… 即是向大陸那邊去告的 但應該就… 應該就… 告不入的 即是按大陸的法律來講 這個告不入 因為這裡他都講了一個很離譜的新聞 台北故宮那個… 那個院徽 大陸… 竟然在大陸註冊了 哈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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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真是侵權 不過就是因為兩地… 即是中國… 大陸… 台灣兩邊是沒有司法互助的 即是兩個司法獨立區 實際上是一個交戰區 你可能說他未統一也可以 說他是分立分治也可以 或者是兩個中國都勉強可以 但最重要是他沒有司法引導 沒有司法互助 所以哪裏告哪裏都沒有 沒有… 都不是一個五成案件 當然他可以這樣聲稱他是侵權 所以其實是告其實是一個政治表態來的 因為… 為何會現在告 因為現在是這個… 這個蔡英文這個… 這個民進黨政府嘛 因為… 上一屆的馬英九政府 和大陸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甚至跟這個大陸的交流合作很多 本來就是將… 想著會將一些北京故宮的 拿到這個大陸去展覽 復活原地展覽 但當然是一段時間 但是做不到 其實是害怕… 其實恆狗是害怕這個… 中國當局 即是中共那邊是截著他 不讓他回台灣 接著說那個物品是… 是屬於中國的 或者是屬於中國的 中共政府的 但最主要是因為它本身的名字叫國立古宮博物館 就是因為國立兩個字卡住了 是屬於國立的 因為變成了你… 如果你承認了它國立的話 那就是變成… 是屬於國立的 他早期應該是去年在日本 在一個… 不知是京都還是東京一個地方展覽 少了國立兩個字 是屬於國立兩個字 日本那個都是… 都是不用國立兩個字 台北古宮博物園 是… 就沒有了國立 是… 當中華民國的國家 避開了中國的那些抗議 其實這個國立就都… 因為人家原先的名字 就是有國立兩個字的嘛 是啦 即是我本身… 在台灣讀書 我的母校都是有國立兩個字的 那你取消了它 根本就… 不是他原來… 那個學校那個名字了 變成是… 這個是… 文國 因為它是要將… 國家成為一個公有的東西 所以很多由政府建立 政府擁有的東西就叫做國立 那… 香港呢 就是另外一個名字 香港叫官立 或者官辦 是… 我們就… 避了國家的東西 反而用了官的東西 官的東西當然用了周朝的皇冠 是… 那個意思 就是屬於公有 為大公而設 就是… 變成是… 在文化上 就… 就出現了 究竟是… 怎樣傳承這個華夏文化 就是… 哪一個地方 就是兩岸三地 就是中港台哪個地方好些呢 中共就完全都沒有資格 你用殘體字呀 用… 這個… 強迫的普通話教學呀 甚至… 就是那些歐化 或者是那些八股的中文 完全已經跟整個華夏那個… 那個… 傳承呢 甚至是反傳統反文化的 那你港台都各有那個… 那個… 優勝地方 而且是… 在香港那個… 優勝的情況 也都比台灣好少少 就是我個人判斷 是… 香港就沒有了那個… 民國那一部分的麻煩 就是… 這個清正… 英政府在統治香港的時候 特意避開這個麻煩 所以很多東西 用一些… 清朝的字 或者是… 民間的字 比如用官辦呀 官立呀 那樣就… 那樣就… 避開了… 國立的國戰 是… 在香港的國戰 就是一定是掩國的 不是中華民國的 是… 就是… 甚至我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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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很大程度上 避開了五四那個影響 就是五四運動的那個影響 那麼… 那五四運動有些… 譬如西方… 有些評論 就會將它比赴為 這個中國的文藝復興 其實有些… 比赴不論的 因為其實那個比赴… 就是… 因為你文藝復興那個… 西方和歐洲文藝復興 就復興回以前… 希臘和羅馬時代的… 那個… 古典文化 或者古老的文化 再恢復 或者再傳承 是啊… 但是你五四就是… 純粹是一個反傳統 就是對於… 就是… 甚至是一個曲解 譬如他們… 說打到孔家劍 根本他們裡面所說的那些… 完全都不是孔子所說的那些內容 由於那個反傳統那個情況 在五四那時候出現了一個… 很劇烈的情況 那個唯獨呢 甚至在共產黨或者在國民黨身上呢 都顯現了出來 是延續的 這個是… 就是當中國的風俗 或者是傳統風俗 是要剷除 或者是妨礙現代化 或者是… 腐敗 或者用一個字叫封建 比如說 不准… 不准在… 在公墓那裏燒衣紙 那這個… 台北都是禁的 是的 或者是持鄉足 進去的那個… 公墓 或者是… 骨灰坑 那都是… 很多阻礙 那這些都是… 違反風俗的 但是… 當地人又會覺得這個是環保 或者是… 進步 那倒臉在心中就行了 不用燒香 不用燒衣紙 燒衣紙是迷信 因為根本就… 先人就收不到那些衣紙代表的衣服 那些又是用一個現代 或者… 很古怪的西方觀念來看事情 是的 所以變了… 在… 無論在49年之前 甚至是台灣呢 都出現過一個 所謂全盤西化的一個主張 但這種情況呢 在香港就不會… 就未曾出現過 是的 因為那個… 那個中西方的融合 就是以前 英治的時代呢 就… 就是處理得比較好 那個衝突沒有那麼大 因為無色無色的 那個… 主權政府就是英靜民政府 那麼… 有八成九成的人口是華人 或者接近西方文化 或者是… 和中原文化有少少脫離的… 嶺南人 或者廣東人 福建人 水槍人 那些是容易… 和一個… 異族的政權是容易結合的 那麼他一進到… 英國一統治香港 除了少少的衝突 或者軍事的鬥爭之外呢 就是整套東西都已經是… 英國化了 那就變成了… 沒有西化的需要 是不是 因為已經有英國統治 就是等於我們唐人去了倫敦 唐人街住 我們沒有什麼覺得要西化 因為外出所有東西都要西化 你在家裡穿長衫 或者你在酒樓寫漢字 不會覺得是衝突 是啊 所以我記得我們以前小時候 讀… 例如小學讀社會 一定讀香港的特色 一定讀到這四個字 叫華陽集處 華陽集處 是啊 那… 陳文老師寫那個… 那個… 那個… 城邦的歌裡面 那八個字呢 就是這個… 華英並茂 古今並重 這八個字都很表現到香港 由英治時代一直… 直至我們現在… 就是97年前後 都是… 有這種傳統的 所以那種… 我們講的華夏正宗 不是說我們自己說的 是一個歷史和一個內涵 可以跟大家去解釋 香港那種是… 未經過很大的改造 或者干預 或者是潛踏 只不過你… 華人喜歡過華人生活 就一直這樣過下來 適應一些時代變遷 那兩位奸化 有些是繁複了 就是譬如多了錢 那些… 那些… 儀式… 衣裝… 或者是寺廟… 就裝飾得輝煌很多 那些是… 有簡化 亦都有繁化 但起碼是… 民間主動去做 那… 那… 一直累積下來 那都是… 沒有什麼人去… 特別是… 干預 或者是… 官方有什麼特別的指導 那… 那… 看回台灣其實他… 民進黨上台 他爭那個… 文化政索 或者華夏文化那個… 就是用版權的方式來顯示的 他是… 搞什麼的呢 因為一般的人 又會認為 民進黨政府 是… 鼓吹台灣的文化 或者台灣的族群 為本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這個純粹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就是我… 對你大陸不妥的 其實他們沒有考慮到 所謂的文化來涵 就是其實… 因為這個… 你有幾十萬件那個… 有一個政索之爭的 即是說你那個衣冠 你那個文化在那個地方 其實那個… 傳統是… 傳承了去你那裡的 你反而是… 大陸… 叫做很大的地方 但你只有一個空殼的 是沒有… 是沒有來涵的 這樣… 其實這個… 所以變成是… 我覺得他們沒有考慮到那個… 應該沒有… 沒有考慮到那麼深 這個是很煩的 如果要處理的話 真的要用… 那些… 以前李登輝那些 或者… 某些的台獨人士 我見過台獨人士 他主張的東西 就是… 那些故宮博物園 那些就是… 找一個特區 就是… 說這一塊就是中國的地方 其餘就是台灣 那塊中國的地方 就是兩岸 或者是香港、澳門 或者是其他華人社會 就… 找一個聯合的政府 來托管給他 那我就不可以說是台灣搶了他 因為台灣已經是… 新的國家 那些是由… 舊中原為留下來的東西 就現在托管住了 他們是有這樣的看法的 但這些都是… 當然是一些狂想 或者是一些切想 但是… 政府是不會執行的 如果執行的話 就變成故宮博物園 那裡是一個… 舊中國的特區 是… 這是怪的 是… 他們那個… 就是文化思考的層面 也都沒有這麼深厚 還有都很難和一般大眾去解釋 那個差別是怎樣的 很難…很難搞的 這個 一旦是擁有了故宮 就是… 大清以前留下的文物 就表示是大清的繼承者 否則就是… 會當作是帝國主義 就好像倫敦唱了… 原明院 北京原明院的東西 或者是… 用一些很古怪的方式 是… 騙取了一些中國的文物 跟著就擺在倫敦的展覽 或者… 或者以前法國去到… 去到埃及 就連那些… 大的石柱都挖走了 是… 剪在巴黎那裡 穆拉伊 擺在… 那些… 那些博物館 就當作是自己的東西 就… 變成掠奪的 當然台灣那個就不是掠奪 是由… 民國政府這樣… 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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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爭議性可能比較大的 就是… 所謂的… 粵語教學 其實粵語教學 這些… 所謂那種… 地方語言的教學 以前華夏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一路都是的 一路都是的 沒有一個所謂大一統 一定要學普通話 或者國語 或者官話 都是求求其 總之是聽得明白的雅然 那…大體上是跟中洲話 遷去浙江 遷去南京 那…有些演變 但大體上都是很鬆散的 發音標準 是… 因為粵語教學那個優點呢 就是… 除了那種所謂母語的親切之外 因為… 是可以保留了很多 以前中語文化的一些… 尤其是語音的內涵 那… 我們讀中文的一定就知道了 即是如果你不懂所謂的八大謊言 你是讀一些詩詞 尤其是遇到一些入聲字的那些 根本用普通話和國語 是完全都不押韻 你沒有辦法了解那個韻律 本身那個… 本身那個… 傳承的那個關係 是啊 即是不合… 不合思韻 另外就是那些… 異景不合 即是… 特別剛才莊兄看到那些入聲字 那些孤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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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數量和厚度未必夠台灣的好,或中華民國台灣的好 但我們是有比較純正的成全,交為純正的 好,我們這一節暫時在這裡結束,我們下一節再見